那个时候呢 管碧玲跟洪秀柱有国长的这个事件 那么再送到纪律委员会 结果呢在今天出炉了 最后是判停权三个月 虽然还要等院会通过才会生效 但是管碧玲在今天相当的生气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洪秀柱在今天也有回应 我今天故意让他缺席审判 我事后哈哈大笑 真的是哈哈大笑 很好笑 尽管对洪秀柱国长遭纪律委员会 做出庭权三个月处分 管碧玲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这个他听说要很重 要脱脑 这样行吗 然后呢 用口罩 对 还有 拼嘴巴 对 这个 压连脚 看那一天他用力到手都在 要运气哦 不要笑啊 模仿当初对洪秀柱国长 而遭洪秀柱捏脸颊 管碧玲布满积律委员会 为何只对他开刀 人穷 治不可以穷 民党家境清寒 国民党家大业大 但是一党独霸 错就是错 停选之后我的表现只会更好 不会更差 示范那一天你怎么捏他的脸 这样 所以大家有说他这种轻浮的 轻飘的动作 就可以知道说 他不在内心没有丝毫的悔意 而且他还认为 那对他个人而言 是非常光荣的 也许会让他在高雄的选票 更为增加 管委员是高雄市文化局长出身的人 做这样一个动作 难道高雄市政府民进党 培养的文化局长 就是打耳光的吗 谈自己被国长洪秀柱 回想起来还是气呼呼 但八个委员会组成的纪律委员会 清一色都是国民党籍 管碧玲说什么也不服气 我们觉得他打人在前 本来想道歉 又没有实践道歉的诺言 打人之后 没有任何的反悔之意 纪律委员会的陈楚 最后还要送院会表决 要出席的三分之二委员同意 才会通过 立院13号就要收会 管碧玲停权案 恐怕要拖到下个会期 主任选择 陈宾丁家园台北采访报道 而我